据国防部消息称,即美国临时多月出动B-52战略空炸机,在南海岛江附近添乱后,美军一艘驱逐舰的DG-73迪凯克号进入南勋郊海域。 实际上这艘船在两年前的2016年10月21日就曾经流窜西山海域,而这次,沃军052C型导弹驱逐舰,170蓝洲舰直接将其对走,据称两舰最近距离约为40米。 在海上,两艘150多米长的驱逐舰飞低速编队模式下,这个距离相当危险。 根据美方说法,蓝洲舰从迪凯特号左前方高速插入美方航道,迫使美舰转向,而使用燃气轮机的伯克,居然在加速性上输给了柴然联合动力的蓝洲舰。 一方面可能是美国人真准了,怕出现去年连续正常的事故。 另一方面,我军舰挺突变长宽比较大,虽然稳定性有一定损失但是追求动力系统不是那么强行的情况,下游先保障航数的设计也发挥了作用。 从目前公布的图片来看,这次蓝洲舰可以说是执行了一次冒着极大风险的冲锋。 作为伯克二型虚逐舰的迪凯特号满载排水量9000多多,比满载排水量不足7000吨的蓝洲舰大不少,一旦撞击,火军很可能吃亏。 而从蓝洲舰从后向前冲锋的航迹来看,其实行政物的坚决性远比,能占便宜占便宜,占不了便宜就走得美金要强得多。 很多人总以西方对军人投降的宽容度比东方高来搞事情,但却忘了东方总是面临弱势条件下,拼了我死亲人生,不拼我和背后的亲人都要死的局面,显然如果都是优势方。 谁不想指炸便宜不吃亏呢? 在此次事件中,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迪凯特号作为早期型伯克舰,其并没有机库,而此次的画面显然不是微型拍摄。 所以蓝洲舰当时除了需要面对一艘比自己大一圈的驱逐舰,还需要面对美军的侦察机,而不是一架直升机。 说起,要面对的固定预侦察机,则很有可能是美军以737为基础改装的P8多功能反潜机,但也不排除有美军大航程无人机的可能性。 其实,近代以来中国海军虽然一直处于弱势,但是从壮船这个角度而言,在用我们的血肉,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问题上,中国海军还真没有走过。 从1880年订购的超勇洋威,撞击巡洋舰,到被洋水尸的集群冲锋。 从用051面对基洛夫,到英雄王伟的血仨长空,东方军对文化中传统的舍生取义的观念,近代以来复兴中华的信念,让近代总是处于烈士的中国海军。 一海上拼刺刀的精神一路走到了现代,英雄精神让我们在弱势中能够咬牙坚持,但精神并不能掩盖现代战争,对于技术的追求,尤其是在海上这个难以利用地形的战场。 所以,近几十年来,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,海军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,越来越多以前只能靠一只的坚持,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。 比如那个逼疯了精神的高脚屋,已经通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功,变成了能够起降大众行运输机的岛屿。 比如曾经勉强解宿,支撑的尖叭叭变成了绕着批拔滚筒飞行的这夹夹,那一代军迷小时候,飞机一双垂雷美帝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回到南海的问题上,面对传统进行其实我们也不太担心,比较恶心的其实是前几年的LCS。 虽然这玩意战斗力感人,但是它可以依靠自身的高好速甩掉过军舰艇。 除非我们在各岛将驻售导弹艇,才能避免被溜。 但是导弹艇的自制力又有限,面对这种比耐心的竞赛,反而会让LCS获得不对称优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